我們下午已經把底座跟風車做完 現在進到56月之後 找到這個LE點舉證 那要先把它接起來 我們只要保留兩個 一個就是LE點舉證跟這個風明器一起玩就好了 那你要組裝的話 要怎麼裝會比較好裝 現在我們有這個底板 對不對 你要裝我就直接這樣子插進去就好啦 有沒有 你可以找看看哪一個你比較好插進去的 你就先試看看 因為我們這個麵包板都是新的 所以可能你有時候這幾個不好插 沒關係你就找其他的位置 看哪一個位置你覺得比較容易把它壓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是不是就插進去了 那LE點舉證上面有五根角 所以我們需要五根線 五根公公的杜邦線 可是呢 你如果這樣插進去的 我來這邊這樣接 有沒有覺得手的空間好像不太夠 所以通常我會顛倒過來做 來我先把它拿起來 請你先找五根公對公的杜邦線 公公的 你又可以再撕開一次 現在我這裡有五根杜邦線 我就先把它插進去啦 你看 我在這邊 因為待會我們會插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後面 你就自己看一下 後面大概哪幾根 所以我就插在後面這邊 一 插五根先把它插進去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手就會比較方便放 二 三 四 五 好 插五根插進去了 這樣子你再放進去 只要把它的腳位對好 這樣放進去 是不是比較容易一點 但是老師要注意不要有試插 插一根 插一孔的話就不會通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插進去的 所以您可以先試看看 把五根杜邦線先把它插進去 那還是一樣提醒大家 就是通常我們的 這種 亮面的我都會對到同一邊 這樣子以後再檢查的時候比較方便 因為這樣接那個 沾用電錶的時候 你要量 就不用這邊量 另外一邊這樣跑來跑去的 好 那 這個L1點矩症呢 它有五個腳位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板子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也有寫 有沒有發現它上面有寫 VCC GND 然後呢 DIN CS CLK 那VCC 就是我們的正極 它就接到我們開發軟上的VCC GND 是負極 也是接到負極 然後再來就有三個腳位 是來做什麼 它的訊號的控制 那麼 你除了在這裡看 我們簡報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這樣有看到了 那麼這個LED點矩症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LED點矩症 我們要插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一邊是有這個黑色晶片 一邊是沒有的 其實我們學校 應該說很多外面或學校 不是都有電子看板嗎 現在這種都是模組化的 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它老實講 是可以再串接出去 第二顆第三顆第四顆 只是Webduno本身 目前是只支援一顆 因為你接第二顆第三顆 它的電源可能就沒辦法供應 你就必須要有額外的電源去供應它 那這個目前它是沒有 所以我們待會要接的時候 是接在有這個黑色晶片這一邊 因為你看到另外一邊 是不是有針腳 對不對 所以不是放在這一邊喔 是放在下面這一邊喔 所以你插入 麵包板是在這一塊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樣插進去的話 第一條是叫做BCC 所以我可以把第一條 你就對一下囉 第一條是紅色的 紅色的 我就接到開發板上 你可以先把這個拿下來沒關係 我們就先對這個角就好了 你看 我們開發板另外一邊 這裡 右手邊 最下面是叫BCC 這樣你就可以接上去了 好 那第二條GND怎麼辦 GND 早上我們有沒有被 風明器用掉了 還記得嗎 早上風明器 好像我的風明器在這裡 我的藍色這一條 藍色這一條 是不是接到下面 對不對 接到這邊 可是呢 我們剛剛 剛剛 這個GND 是不是接在這裡 我的第二條 你看 第一條是紅色 第二條是黑色 有沒有 我的第二條是黑色 所以我只要把它引到後面來 拉來後面跟GND這個 這一排 接在一起 這樣子 就一樣的意思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個 迷你麵包板中間有一個 隔開嘛 所以它沒有直接穿透過去 那你必須要從前面 拉一條到後面去 這樣了解 好 第二條解決了 再來就要解決 第三四五 這個訊號線喔 那麼訊號線的部分呢 你可以選擇用 這個 14 12 13 或者是你要用 16 16 14 05 都可以 好 我就照簡報上面好了 14 12 13 對不對 好 我們就把第三條 第三條 你自己看一下你的是什麼顏色的 我的是藍色的 所以我就找藍色這一條 好 確認好藍色這一條 那 14 在 左手邊 在我們開發板的左手邊 這裡 我先拿開好了 這樣你看得比較清楚喔 我稍微把我的麵包板拿起來 來 我這樣接給你看 藍色這一條 在另外一邊抱歉 這一邊 有沒有看到 14 好 再來我找一下 我的 第四條 我的是紫色的 所以我把紫色這一條找到了 接到我們這一邊 12 最後一條 就是接到13 都在同一排 最後一條是白色的 我就直接接到13 3 如果你跟我這個一樣 中間這樣不好接 你可以先把其他的線拆起來 這樣獨立接會比較好接 所以我這樣就準備好囉 你看我這樣就接好了 有沒有 這邊五條 就分別對過去 那待會呢 我只需要把這個再放進來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 就是先把我們這個 LE點擊陣先拆下來 這樣再接的時候會比較順一點 你就比較不用擔心 而且手卡卡的 所以我再把這個再裝回去 好這樣就完成囉 我們待會擺了之後就可以擺這樣 那就可以來試看看 那現在呢 老師你就可以擦電看看囉 通常我們現在接的這個角位 你擦電了 等到它連上網路之後 應該會全部64顆都亮 那但是如果你沒有亮 也是很正常的 好嗎 不要擔心 就是有亮也OK 沒有亮也是正常的 只是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用到了兩個LED點擊陣的角 那個三色LED燈的角位 所以通常連線成功之後 它會全部亮起來 有沒有 有的是不是有亮的 也許有的跟我一樣沒有亮的 但是沒有關係 齁